哈嘞 各位亲爱的老天们回来了 今天这一集呢是回答小老弟的问题 小老弟说他有时候他买到的一个保护壳 他觉得这个边啊 就是说像我之前讲的 就是有的人的手他是比较干的 那有的人他的手是比较会出油 他会对于这种保护壳的这种塑料 他会有不同的触感 像我自己的手是偏干燥的 那我有时候我拿到的壳 他的这种边他也是这种刷刷的 像矽胶的话他会有一个黏的感觉 我们可以止滑 可是有一类的壳 他是这种边是有点灰灰的 你摸起来就是会有点刷刷 他说那怎么办 我买到这种壳 刚好不适合我手的类型 那怎么办 那我这壳我就浪费了 那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秘诀 其实这个手机壳跟汽车一样 你也要去训车去训壳 或者你像你那摩托车 不是要骑个500公里 1000公里 你要去换第一次机油或干嘛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秘诀 就是说 假设你的手的类型是不适合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保护壳 他是没有办法相容的 像我的话 我大概会用一个保护壳 连续三天 比如说我现在手很干 那这个壳我觉得他的这个边很粗糙 你就不能换壳 你就必须把这个壳用三天 那我跟你讲会很神奇哦 你用三天以后 他这个壳的这个塑料会产生变化 第一个就是你的手的油 或你的手的一些分泌 或者是一些不管是不是杂质 或环境中的东西 他会去让你的这个边会产生变化 所以你拿到新的壳跟你连续用三天以后 他的这个整个的触感都会完全改观 你不要一拿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好这种壳他不舒服他不怎么样 你可能要先弄三天 弄三天去把他去适应 我把他拟人化 像汽机车这样要去训 训车啦训什么样 把他的引擎更滑润 或者是把他的这个塑料 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我建议你就是不要一直换壳 你今天比如说你拿到这个壳 你就把他弄三天 更厉害的用五天 然后你才换 那你换的时候 再过几天再来拿 他就变不一样了 也有可能你三天后 你就感觉不一样 那这个壳就OK了 那你们可以去试看看 但是这个状况只适用于说 你这个保护壳是好的 又或者是我去推荐的这些 我觉得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有些壳 比如说他是有毛边 或者是他有那个什么 机器的割线 会刮手 或者是说他设计有一些问题 按钮不好按 你在那边弄三天 或弄一年都没用 那个是壳设计的问题 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如果比如说 像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壳 你在拿的时候 你觉得 可能你因为你自己的手 的特性不一样 而导致你觉得 这个壳明明就很好 可是我觉得他有的摸起来偏滑 有的摸起来好像怪怪的 那我建议你不要急着说 去说这个壳不好 你把它用三天试看看 所以他是跟他做坏掉 是另外两码则是 如果你发现 那个壳是 比如说这个边歪掉 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机器割线 或什么真的很烂 那个你就赶快退掉了 或者你发现他有一些损坏 那个是跟我讲的不一样 我讲的是 这壳都是非常好的状态之下 你去做这个训壳的动作 那这壳的使用之后的手感 会完全的逆转 它就会越来越好用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要跟各位分享 好那今天这一集 就是教各位这个一个小秘诀